一个联盟 只有面对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威胁时 才是稳定的 面对的威胁太大或太小 这个联盟都会解体 再向上游的国家都离我们较远 我们六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 如果迎合共和国也加入联盟 毛末成国就找不到谁结盟 必然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对联盟构不成威胁 联盟也就不稳定了 再说 银河共和国自是有那么多饮水 自高自大 会认为我们打他水的主意 也不会真心与我们结盟 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 小孟问 那剩下的这三个国家 愿意与我们结盟吗 华霍说 伊梅尔国没有问题 他们已经感觉到了 毛末成国的威胁 至于其他两个国家 由我去说服他们 结盟符合他们的利益 加上在前面的水坝九分钟 我国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想问题不大的 当天下午 华霍出访相邻三国 他发挥了卓越的变财 很快说服了这些小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在三国交接处的小河边开会 正式成立三国联盟 这之后 派驻太阳国的观察员 又增加了一个人 指挥组设在山顶上的一个电视转播站里 从这儿可以俯视整个山谷世界 三国联盟成立的这天晚上 郑辰来到转播站的小园外 现在 玫瑰星云在空中的可视面积 已长到两个满月那样大 它在苍穹中 发出庄严而神秘的蓝光 这光芒照到大地上后 就变成月光亮的银色 有满月亮亮 照亮了山谷中的每一个细节 玫瑰星云的面积和亮度 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会一直增长 据天文学家预测 当它达到最大时 将占据天空五分之一的年纪 地球的夜晚 将如白天的阴天时那么亮 夜将消失 郑辰将目光下移到星云光芒中的山谷 一天的劳累后 孩子们都睡了 下面只能看到 玫瑰的几点灯火 现在 郑辰已把自己完全投入了 这项精益的工作 不再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这时 原来用作转播站 职工宿舍的那间小屋的门开了 张林走出来 来到郑辰身边 同他一起看着山谷 说 郑老师 目前在所有的小国家中 你的班级是运行的最成功的 那些孩子素质很高 你怎么说 他们是最成功的 据我所知 在山谷最西边 有一个小国家 现在已吞并了周围五个小国 形成了一个国土面积 和人口数 都是原来五倍的国家 还在不停地扩张 不 郑老师 这并不是我们所看中的 我们看中的 是小国家自身建设的成就 自身的凝聚力 对自己所处的小世界的形式判断 以及由此做出的长远决策等等 山谷世界的游戏 是可以自由退出的 这两天 几乎每个小国家 都有孩子上山来到指挥组 说他们不玩了 越来越没意思了 干活太累 孩子们还用枪打架 太吓人了 负责人对他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 好的 孩子 回家去吧 于是 他们被很快送回了家 但唯独太阳国 无一个孩子退出 这是最为指挥者们 看重的一点 这时 山谷响起了一阵枪声 是太阳国的位置 郑辰失声惊叫 张灵看了看说 不 是在他们上游 麻木重国 开始进攻银河共和国了 枪声变得密集起来 山谷中可以看到 一片枪口喷出的火焰 你们真的打算 任事情这么发展下去吗 获得精神 已经承受不了了 郑辰的声音 有些发颤 整个人类历史 就是一部战争史 就是现在 人类世界 还是战争不断 我们不是照样生活吗 可他们是孩子 很快就不是了 在这天下午 麻木重国 答应了 银河共和国的交换条件 同意用未开垦的土地中 最好的一块 来交换银水 但提出 要举行一个 土地交接仪式 双方各派出一支 由二十个男孩 组成的仪仗队 银河共和国 答应了这个条件 当双方的国家领导人 和仪仗队 正在举行升降旗仪式时 埋伏在周围的 十多名 麻木重国的男孩 突然向 银河共和国的仪仗队射击 麻木重国的仪仗队 也端枪扫射 银河共和国的 那二十名男孩子 在一片电火花中 相继倒地 当十分钟后 他们浑身麻木地醒来时 发现已成了 麻木重国的战俘 自己的国土 也全部落入敌手 在这段时间里 麻木重国的军队 冲过河 进攻银河共和国 对方只剩下六名男孩 和二十多个女孩 枪 群水仪仗队 落入敌手 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麻木重国吞并银河共和国后 火人立即对下游的三国联盟提出了领土要求 他们一时还不敢对三国发动军事进攻 只是打银水这张牌 因为下游三国的银水即将耗尽 这时眼镜广播的知识再次发挥了作用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五个洗脸盆在底部钻许多小孔 分别撞上石块垒起来 石块的直径由上往下依次减小 这就做成了一个水过滤器 铝缸也提出一个净水方法 把野草和树叶导成糊状 放入水中搅拌 让其沉淀后水就被净化 他说这是在随父亲 看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时学到的 他们把用这两种方法处理后的水 送到指挥组去鉴定了 结果达到了引用标准 这之后三国联盟 反而可以向毛沫重国出口饮水了 毛沫重国开始准备进攻三国联盟 他们的孩子们已无心去开荒 扩张领土已成了他们唯一的兴趣 也是未来食品的唯一来源 但他们很快发现 这已经没有必要了 从小河上游传来消息 山谷最西边的星云帝国 已连续吞并了13个国家 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国 他们那人数达400多的大军 正沿山谷而下 声称要统一山谷世界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毛沫重国的领导人 完全没有了吞壁银河共和国时的魄力 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 其结果是毛沫重国乱作一团 最后作鸟兽散了 那些孩子们一半到上游 却投了星云帝国 其余则找指挥组 退出游戏回家了 三国联盟中的巨人国和兰花国 也随着解体 大部分也都退出了游戏 这样只剩下太阳国 在山谷的异端 面对强敌 太阳国的全体公民 决心战斗到底 保卫国家 孩子们对这十多天来 他们撒下汗水的小小国土 产生了感情 由此产生了让指挥组的大人们 都惊叹了精神力量 吕刚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 太阳国的孩子们 把那片宽阔河滩上的帐篷 全部推倒 用各种杂物 筑成了两道防线 分别位于这片河滩的东西两侧 河滩西侧 首先营底的第一道防线上 只布置了十个男孩 吕刚这样吩咐他们 你们打完一梭子后 就还没有子弹了 然后想回跑 防线刚布置完毕 星云帝国的军队就沿山谷 密密麻麻地涌着过来 很快布满了原来 银河共和国和毛毛虫国的国土 有个男孩子在用扩音气喊 喂 太阳国的孩子们 山谷世界已经被星云帝国统一 你们这些小可怜 还玩个什么劲啊 快投降吧 别给点不要脸 回答他们的只有沉默 于是星云帝国开始进攻 太阳国第一道防线的孩子 开始射击 进攻的帝国军队立刻握倒 双方对射起来 太阳国防线的枪声渐渐息下来 有一个孩子大喊 没子弹了 快跑啊 于是防线上的所有孩子 起身向后跑去 他们没子弹了 冲啊 帝国军队健壮 起身高呼着成群冲来 当他们冲到那片河滩开阔地的一半时 太阳国第二道防线的冲锋枪突然开火 帝国军队猝不及防 被打倒了一大片 后面的孩子健壮向回跑 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带到那些被带电子弹击中的孩子们 都爬起来后 星云帝国马上组织了第二次进攻 太阳国这时子弹真的不多了 他们看着那十倍与己的沿河边 谨慎行进的大群帝国士兵 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这时有孩子惊呼 天哪 他们还有直升机 真有一架直升机从山后飞来 在战场上空悬停 飞机上的扩烟器中 响起一个大人的声音 孩子们 停止设计 游戏结束了 天刚黑下来时 三架载着54个孩子的直升机 向室内飞去 这些孩子大部分是正臣班级的 直升机以此降落在一幢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前 这个建筑物外表是50年代建筑的朴素风格 山谷游戏指挥组的负责人和张林 带着这54个孩子进了大门 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向前走 走廊尽头有一扇 有着闪光黄铜把手的包着皮革的大门 孩子们走进时 门前两位哨兵轻轻把门打开 他们走进了一个宽阔的大厅 这是一个发生过很多大事的大厅 在那些高大的立柱间仿佛游动着历史的幻影 大厅中有三个人 他们是主席、总理和总参谋长 他们在这里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低声谈着什么 当大厅的门开时 他们都转身看着孩子们 带孩子们来的两位负责人 走到主席和总理面前 简短的低声汇报了几句 孩子们好 主席说 我这是最后一次把你们当孩子了 历史要求你们在这十分钟时间里 从十三岁长到三十岁 首先请总理为大家介绍情况吧 总理说 大家都知道 六天前发生了一次近距离的超新星爆发 你们肯定已对其过程了解得很详细 就不多说了 下面只说一件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超新星爆发后 世界各国的医学机构都在研究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现在我们已收到了来自各大州的群威医学机构的信息 他们通国内医学机构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超新星的高能射线 完全破坏了人体细胞中的染色体 这种未知的射线穿透力极强 在室内 甚至矿井中的人都不能幸免 但对一部分人来说 染色体受到损伤 是可以自行修复的 年龄为13岁的人 有97%可以修复 12岁和12岁以下的孩子 可百分之百修复 其余的人的机体受到损伤 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的生存时间 从现在算起 大约还有两到三天 超新星在可见光波段 只亮了一个多小时 但其不可见的高能射线 持续了两天 也就是天空中出现极光的那段时间 这期间地球自转了两圈 所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总理的声音沉稳而冷峻 仿佛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孩子们的头脑 一时还处于麻木之中 他们费力地思考着总理的话 好长时间都不明白 突然几乎在同时 他们都明白了 几十年后 当超新星纪元的第二类人成长起来 他们对父辈听到那个消息时的感受很好奇 因为那是有史以来最让人震惊的消息 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 也做了无数种生动的描述 但他们全错了 这时在国家心脏的这个大厅里 这五十四个孩子所感到的不是震惊而是陌生 仿佛一把无形的利刃凌空披下 把过去和未来从这一点齐齐斩断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时从那宽大的窗户 可以看到刚刚升起的玫瑰星云 它把蓝色的光芒 偷到大厅的地板上 仿佛宇宙中的凝视着 他们的一只怪异的巨眼 那两天时间里 大地和海洋笼罩在秘密的射线暴雨里 高能粒子以巨大的能量 穿过人类的躯体 穿过组成躯体的每个细胞 细胞中那微小的染色体 如一根根晶莹而脆弱的油丝 在高能粒子的淡雨中颤抖挣扎 DNA双螺旋被撕开 碱基四下飞散 受伤的基因仍在继续工作 但经过几千万年进化的 精确的生命之列 已被扭曲极端 已变异的基因 现在不是复制生命 而是波散死亡了 地球在旋转 全人类在经历长死亡领域 在几十亿人的体内 死神的钟表上满了弦 滴答滴答地走了起来 世界上13岁以上的人将全部死去 地球将成为一个只有孩子的世界 紧接着又一个晴空霹雳 将使孩子们眼中 这刚刚变得陌生的世界 四分不裂 使他们悬浮于茫然的虚空之中 郑辰首先醒悟过来 总理 这些孩子们 如果我没有猜错 是 总理点点头 平静地说 你没有猜错 这不可能 年轻的小学教师 惊叫起来 国家领导人 无言地看着他 他们是孩子 怎么可能 那么 年轻人 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总理问 至少 应在全国方面内选拔的 你认为这可能吗 我们 这有两三天的时间了 与成人不一样 孩子们并没有一个 全国范围的 由上至下的社会结构 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在四野孩子中 找到最有能力 和最适合承担 这种责任的人 在这人类最危难的时刻 我们绝不能让整个国家 处于没有大脑的状态 还有别的选择吗 所以 我们与世界各国一样 采取了这种 非常特殊的选拔方式 年轻的教师 几乎要昏倒了 主席走到他面前说 你的学生们 未必同意你的看法 你只了解平时的他们 并不了解 极限状态时的他们 在极端时刻 人 包括孩子 倒有可能成为超人 主席转向这群 对眼前的一切 仍然处于茫然中的孩子 说 是的 孩子们 你们将领导这个国家 一支小小的车队 向近郊市去 来到一处僻静的周围 有小山环绕的地方 车停了 主席和总理 还有三个孩子 华华 眼镜 和小梦下了车 孩子们 看 主席直指前方 他们看到了一条铁路 只有单轨 上面停着 长长的载货列车 那列车 有首尾相接的许多列 太长了 乘一个巨大的弧形 从远方的小山脚下拐过去 看不到尽头 哇 这么长的货车 华华喊道 总理说 这里共有11辆货车 每列车有20节 共220节车坯 主席说 这是一条环形实验铁路 是一个大圆圈 刚出厂的机车 就在这条铁路上 进行性能实验 他直指最近的那一辆货车 去看看 那上面装着什么 三个孩子向列车跑去 华华顺着梯子 爬上了一节车皮 然后眼镜和小梦 也爬了上去 他们站在装的 满满一车皮的 白色大塑料袋上 向前方看去 这一列车 全满装着 这种白色的袋子 在阳光下 反射着耀眼的白光 他们蹲下来 眼镜用手指 在一个袋子上 捅了个小洞 看到里面 是一些白色 半透明的真状颗粒 华华 加起一粒来 用舌头舔了一下 当心有毒 眼镜说 我觉得好像是味精 小梦说 也加起一粒舔了一下 真的是味精 你能尝出味精的味道 华华怀疑地看着小梦 确实是味精 你们看 眼镜指着前面 正面朝上的一排袋子 上面有醒目的大字 这种商标 他们在电视广告上常见 但孩子们很难把电视上 那个戴着高高白帽子的大师傅 放进锅里的一点白粉末 同眼前这白色的巨龙 联系起来 他们在这白袋子上 走到车皮的另一头 小心地跨过连接处 来到另一节车皮上 看看 那满装的白色袋子 也是味精 他们又连着走过了三节车皮 上面都满载着大袋的味精 无疑剩下的车皮装的也都是味精 对于看过了汽车的孩子们来说 这一节火车车皮已经十分巨大了 他们数了数 如刚才总理所说 整列火车共有二十节车皮 都满满的装着大袋味精 哇 太多了 全国的味精肯定都在这了 孩子们从梯子下到地面 看到主席和总理一行人 正沿着铁道边的小路向他们走来 他们刚想跑过去问个究竟 却见到总理冲他们挥挥手 喊道 再看看前面那些火车上 装的是什么 这一节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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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火车上